大人们好 近期平安京迎来了几位新客人 下面就让草地宫来为大人们透露几位新客人的独家情报吧 几位新客人分别是 凯迪猫 库企鹅 大耳狗和蛋黄哥 他们与庭院内的侍神们分享了许多现实新奇的游戏 想要体验一番的侍神们 准备在平安京与三零游家族的伙伴们一起 筹备一场特别的夏日游园会 在夏日游园会 大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各项玩法 获得不同的奖励 和三零游家族的小伙伴一同游玩 达到一定的亲密度后 三零游家族的小伙伴将会留在庭院中哦 更有三零游家族的小伙伴的专属投相框和专属配饰 等待大人们解锁 元杰神将在夏日游园会开设夏日冰果屋 为大人们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 大人们完成元杰神发布的任务后 可获得夏日游园会其他项目的门票 其中包括大人们一定会很喜欢的扔豆 而不对 是白鬼夜戏环节 在这个项目中 大人们可以送出手中的糖果 获得是神碎片 如果将手中的糖果交给三零游家族的小伙伴 还将获得他们送上的祝福 在摆面归衣 大人们可移动棋盘上的面具 合成出不同的款式 并获得对应的奖励 只是喜爱面具的少女 或许会想要给大人一些指导哦 还可以在游远百态 以三零游家族的伙伴 一同领略平安京的风土人情 不知大人们是否开始期待 这些伙伴的到来了呢 扫地公已通过占卜得知 6月16日将是以三零游家族的伙伴们 一同开启游言会的日子 大人们要记得 准时来与新伙伴们玩耍哦